實在就是S.U.M 我是台南新穎的愛馬汽車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帥哥阿翔今天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今天呢我們帶各位離開新穎 我們到新穎的隔壁岩水 那這邊是月經港 是以前的一個小港口 那現在呢因為會配合到過年元宵節的這個期間呢 旅經港都會有一些燈會 有一些光雕的一些展示 可以讓各位在這邊做一個觀賞以及遊覽 還有橋南老街 可以讓各位在這邊逛逛老街 看看以前的一些舊時光的一些場物 這邊要跑多久 3個小時喔 3個小時喔 1小時 1小時 3小時 除了一些舊時光的產物還有燈會以外 另外它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巷子裡面都會有一些兔子的裝飾品 各位也可以來這邊看 這邊還有一些比較具有的建築 今年也有配合月之美術館的一個展群 這邊也有一個八角樓的古蹟 也是每一個來這邊的人會去採的一個點 這邊還有一個完美景點是永城戲院 它是古老的一個戲院 那裡面可以看到舊有的一些膠片 會播放一些電影或是一些紀錄片 大家可以在裡面做一個休息 也可以做一個參觀 這邊你們可以來這邊吃一些小吃 比如說鹽水很有名的意麵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去吃看看 我們很好吃的意麵 好啊,那我們今天帶各位來吃 那我就帶各位去吃這邊最有的意麵好了 走吧 這邊除了很多特色的小吃 燈會、古蹟之外 它還有花海對嗎? 對,那我們等一下會帶各位去看一下 這一片的花海 它是由波斯菊跟向日葵所組成的 那這邊的意麵呢 就是鹽水這邊最有名的特產 那各位這邊其實可以挑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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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的不同的選擇可以讓各位去做嘗試 那這一家意麵有什麼特色? 這家意麵老闆有標榜它的辣椒是非常的有名 會辣到讓你流淚 其實辣椒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流淚的 你吃進去適合它是屬於順口的 對啊,其實辣椒雖然沒有到非常辣 可是是蠻好吃的 而且很香 在這麼漂亮的風景裡面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台非常特別的車 俗稱移動的城堡 那今天要帶我們出來好好玩一玩的這台是什麼車呢? 這台是2012年的Toyota Alpha 3500cc 它俗稱是在路上行走的城堡 那這台車配置是V6的3500cc的引擎 所以它的馬力也是非常的足夠 能力也非常的足夠 所以可以帶各位上山下海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台車的一些配置也是屬於最高規的等級 那現在來店購買只需要不用百萬 只要98萬就可以了喔 這台車呢,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 是屬於它的後面的門呢 是用電動滑門的方式 開給各位看 一拉就開了 我們來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內裝的部分呢 是屬於二排是屬於二座 後排是屬於三座的一個配置 那上面呢,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天空 還有我們的恆溫空調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調整 那另外這邊呢,還有配置了一個小台電視 可以跟前方的影音去做互相的連接配合 好,那現在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現在目前這台車的里程是多少嗎 這台車現在的里程呢,是五萬七千公里 那我們呢,有去原廠做一個查證 這台車呢,里程絕對是準的 絕對沒有調表的先衣 大航影音,恆溫空調 那可以跟我們說說這台車的特色 想要一定要買的原因在哪裡嗎 這台車呢,它的定位呢 在Tolota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定位是屬於我們的一個商務修旅的部分 所以呢,它的空間 那裡它的舒適度呢 是做得是非常的極致 所以呢,如果說家裡面呢 可能人員比較多啊 或是一些可能家商務朋友想要一起出去的話 買這台車呢,是非常的適合 而且它的油耗呢 也不會像一般的商務型的這樣更重